临上法式高汤融合温体牛肉 这碗牛肉汤曾获米其林毕比登推荐 原本店家4月宣布歇业 但本月8号在脸书上证实收了两名学徒 大火翻炒在老板娘手把手指导下 学徒认真学习 甚至连基础刀工如何切成细丝也都专业教学 妈妈是都不常识啦 所有细节包含手法它都教得很详细 因为第一天我们这样教下来我都有去帮忙吗 教下来从12点中午12点就要半夜12点半 精准刀工将鸡肉切块放入锅中大火烹调 再淋上黑麻油加入切好的姜片爆炒 撒上红麴米红麴桂圆鸡美味上桌 高雄一间技职学校附设的职讯中心 则是开办月子餐专班课程 请来饭店主厨不藏私授客 就是在切啦 在炒的一个火候的一个控制 火候没有控制好可能你就会全空进去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点 像这样子下去 放入75克的紫米再配上枸杞红枣等配料 桂圆紫米粥的食材比例也很讲究 全班总够28位学员 大多是二度就业的妇女想多学习一技之长 借着资讯课程增加自己的技能 比如说我可以去做月嫂啊 可以加管服务 嫂子化 也有就业的机会 也有这个整个经济上可能会比较容易去救手 餐饮踏入的门槛较低 还能现学现用 成了民众转职的新选择 也让美味跟随飘香 民事新闻刘宇淳 陈凯茂 高雄市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